几零七星潭的四八高地和漫坡园区 在县政府用心维护下为花莲插亮了花园全市招牌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新春假期 现场徐中卫特别请农业处在漫坡园区 除了常年维持的草花灌木花海景观之外 还增加了仿马堤形及仿自然形波浪自然地景 让游客到访时可以更感受到自然的拥抱 临近七星潭的四八高地以及漫坡园区 在花莲县政府用心维护之下 为花莲插亮花园城市的招牌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新春假期 现在徐中卫特别指示农发住在漫坡园区 除了常年维持花草、灌木花海景观之外 新增加马蹄形以及自然波浪形的自然地景 让游客到访的时候更能够感受到自然的拥抱 农发市长吴克林表示 今年来的规划 漫坡园区初期从左侧的维屋山丘 可以眺望七星潭无数的海景 到现在塑造自然疗域的地景空间 让游客的视觉能够更为宽阔 同时也可以享受与大自然拥抱的感觉 让华海空间内聚更自然地景的氛围 在漫坡园区入口左侧 在广过的波浪洒丘边上 展开一边式的滋干 马蹄形自然的地景兼具有遮阳 冬季强烈冬尾季风的功能 提供小型圆形的圆缩广场空间 现在许多表示 欢迎大家在忙的一年 利用春节联系假期来华林墨会园区 四八高地与农好基地走走 除了必派的花海美景 享受来自华林大地与大海 仿自然地景疗域的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